我們是光復北玄宮 花東首長 彼此大家將 其實在2007年 2006年其實就已經有女生下去做當綱的部分 那時候是因為女生跟男生在做搭配 那時候是女生在做當綱 是女生在做當綱 和男生一起做搭配 那是因為到2008年 因為這個台東育成的宣榮哥 因為過去他們幾年前他們有參加過這個 屏東舉辦的這個阿豪杯這個 慈夢宮舉辦的這個 關將的掃分八家將的比賽 然後他就引進我們去報名參加看看 那所以從那時候才開始以後 就是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女生下去做當綱 女生團圓前前後後進入目前 差不多有20出 跳20出 那因為當初會成立女子八家將的原因 也是因為廟裡面人男生 有的也要去服兵役之類的 那就想說試著不然就是 讓女生來下去做當綱這個角色 接觸這個八家將 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對 然後大部分 我看我的位置固定在七爺這個角色 我當初是住基隆 看到花蓮的朋友有挑這個 就是因為都是女生 就有興趣 就問她說有沒有可以學習的 她們說有 我就國中畢業之後就下來到花蓮讀高中 我在這家家我跳了將近十年 這個位置就文武蔡前面的小老虎這樣 正式在2008年成立到至今 其實也很 這過程說得走得風風雨雨 辛酸苦辣都一定有 那相對的至少說在這個團隊 雖然也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那至少說在這麼多年來的 成立跟經營下至少有得到一些 大家的認同和掌聲 我覺得我們不會比男生差 因為在於動作神情那些 該有的力道我們女生都有做 我們也很努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女將不會比男將差